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提出了日信书 然而巨大多数人并不相信它 古希腊天文学的极大成者托勒密 写了一本名字特别牛的书 Elmergest 一般译为天文学大成或者智大论 完整的建立了地心书的体系 最近人民邮电书版社送过一本新出的书 《科学的画廊》 图片里的科学史 介绍了若干章科学史上重要的图片 以及他们的故事 其中有一节 太阳帝国 讲的就是哥白尼的日信书体系 这一节的关键图片 是哥白尼1543年的著作 《天球运行论》中的日信书模型 用拉丁文和一目了然的符号 显示了太阳系的结构 以我对拉丁文的一点点了解 你足以看明白 中间那个Saur是太阳 离太阳最近的那一圈 Mercury是水星 下圈Warness是金星 下圈Terra是地球 这里特别有趣的是 途中地球旁边还有个圈 画着围绕地球运行的月亮 由此可见 在哥白尼星中地球仍然是特殊的 它是唯一有卫星的行星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不对的 其实很多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 再往外的Martis是火星 Aos是木星 Sataners是土星 最外圈是不计其数的群星 这张图已经非常有趣了 然而翻页又看到更有趣的一张图 在哥白尼之后 100多年的1651年 意大利天文学家乔万尼·李西奥利 写了一本新天文学大乘 Armageddon Nomenum 里面画出了多大6种的太阳系模型 一号模型是托罗密体系完全的地心说 六号模型是哥白尼体系完全的日心说 其他四种是什么呢 是地心说与日心说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杂交 埃格尔来看一下 二号模型叫做柏拉图体系 地球在中心 太阳和其他行星围绕地球 所以它也是地心说 它跟托罗密体系的区别在于 托罗密体系中 太阳在围绕地球的第三圈 离地球更近的两圈是水星和金星 而柏拉图体系中 太阳就是离地球最近的 三号模型叫做埃及体系 这是个杂合体 水星和金星绕着太阳转 太阳带着这俩 然后再和其他行星一起绕着地球转 看到这里我不起笑了 人的脑洞真是有很多可以开的地方 只要给出一个提示 就会有很多人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四号模型叫做地骨体系 来自单位天文学家 开普勒的老师 地骨布拉赫 这是个更加复杂的地心说体系 月亮和太阳绕着地球转 然后其他行星绕着太阳转 由此导致水星和金星的轨道 有一部分介于地球和太阳之间 而金星木星和土星的轨道 同时围绕着地球和太阳 五号模型叫做准地骨体系 是此书的作者乔万尼·李肖利自己提出的 在他们模型中 太阳和木星土星绕着地球转 然后火星金星和水星绕着太阳转 为什么要在行星之间做出这样的区分 因为当时已经发现木星和土星像地球一样有自己的卫星 所以李肖利认为 他们应该是绕着地球而不是绕着太阳 唯一的问题在于 当时还没发现火星也有两个卫星 如果李肖利知道了这一点 他的模型又要改了 看到这张图 在发酵之余我也想到 科学的进步往往就是这样 在一个革命性的想法进入之后 人们立刻就想到很多类似的可能 然后在一段时期之内 可能会出现乱花剑玉迷人眼的景象 再过一段时间 随着更多实验数据的积累 结论逐渐会清晰起来 太阳系模型就是这样 只要看到哥白尼的模型 很多人就会想到 它和陀罗密体系之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然而随着火星卫星等进一步的发现 人们就会得到一知一见 哥白尼体系是最简洁的 也是最好的 然而这一节对我最大的感触 还不是上面这个故事 而是对哥白尼的这段介绍 哥白尼的伟大著作 《天球运行论》 《The Revolution Nibus》 于1543年出版 不久后它便与世长辞 此书影响甚微 发行量不大 还要几少数内容 人们从未读过 但是 哥白尼的工作 成果终究还是引起了 人们宇宙观的转变 它打响了一场消耗战 这场战争终将颠覆古典的 托罗密宇宙体系《地心说》 并建立起今天有着稳固地位的《日心说》 然而 它对人们世界观的影响 无疑大过对世界模型的影响 这段话令我热泪盈眶 尤其是那句 不久后它便与世长辞 此书影响甚微 发行量不大 还有记号数内容 人们从未读过 有很多伟大人物在世时默默无闻 去世后震惊世界 而他们在世时 对自己肯定早已有充分的信息 正如孟子的名言 万中与我何家言 正如古罗马士人奥维德 在写完不朽诗篇《变形记》后的改言 无师已成 无论大神的震怒 还是山崩地裂 都不能把它划为无形 我想说的是 对一个人成就的评价 归根结底在于自己 如果一个人真的做出伟大的事 他自己是知道的 科技是人类积木的正道 我们要走正道 欢迎大家关注科技人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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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